哈喽,大家好,我是Ann 自从上次录了一个扎起来的这种发型 那简直整个人都入迷了 我要跟你们讲一讲 我2017年度最爱的一些彩妆品和护肤品 其实我东西并不是特别的多 我本来是不想做的 但是年底呢,没什么视频好做的 所以我打算还是做一个吧 毕竟也有很多人私信我说 Ann,你用的防晒是什么啊 你用的粉底是什么啊 所以我就觉得还是拍一个视频 跟大家说一说我最爱的一些东西 我应该是属于中性皮 那么冬天的话可能中性偏干一些 那么到了夏天就是中性偏油一些 我以前一直以为我是偏油的肤质 但其实并不是 我冬天皮肤真的还挺干的 那我自己的皮肤问题就是痘印 然后小壁口我已经解决了 壁口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但是我会有一些银骂痘 对,然后还有就是轻度的抗摔扰 因为我25岁了 我们先从护肤品类的开始讲起 那我还是从洁面开始说起 最爱的就是这个 自身糖黑琉璃系列的洁面 非常非常的喜欢 很推荐很推荐 其实自身糖加很多的洁面 都跟它比较的类似 但这一个的话 在香味触感 然后起泡度各方面 我都是比较喜爱的 味道很淡雅 泡沫非常的浓密 然后洗出来是干净 但不会干涩 2018年我会尝试更多的 其他的类似的这种日系的洁面 我觉得我应该还会有很多其他的推荐给大家 但是这个真的是我2017年度最爱的一个前面 然后就是这一套 代科的紫苏水和牛油果乳液的套装 水乳套装 这是我夏季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水乳套装 但这个我也讲了非常多次 类似这种水乳套装 其实各个品牌都有在出 我用了健康水是猛涨壁口 然后用了IPSA的水也是猛涨壁口 然后用了菌菇水就是觉得有点刺激 然后它的那个液体比较的浓稠 就不好吸收 但是唯独是这一个 是各方面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而且我觉得搭配的这个牛油果的乳液 也是非常的好用 就让你的皮肤能够达到一个 很光滑稳定的一个效果 但我只建议大家在夏天来使用 因为它的保湿力度我觉得是很低的 不是特别保湿的 一人而易啦 大家也有很多人不喜欢紫苏水的 但我是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 然后下一个 你们一定会很烦 但是我真的要跟大家讲 大家每次都问我 做完真心之后的修复的精华是什么 我一直会跟大家推荐是 成也医生的EGF修复精华 对这也讲了一万遍了 感觉就是每个视频都在讲 但是它真的很好用 就是那种可以帮你很快的修复 新生抖音 就是红的抖音 它用它真的很快 然后它的使用感也非常好 就那种很好吸收 然后无色无味 一点刺激感都没有 就是完全就像用一个水 清水一样的感觉 就完全没有刺激感的 再来推荐一个 我近期非常非常爱用的精华 就是这个小棕瓶 我知道这个也是挺老的一个梗 但是我最近用上它 就觉得我真的很喜欢它 我大概打开它不久 我已经用了半瓶多 真的是 它属于一个非常全能的精华 有保湿修复 抗摔老 我用下来我觉得每一个方面 它都做的比较好 保湿也是非常的好 就是那种比较的浓稠 有一点保湿度的 然后修复我也觉得非常的棒 那新生抖音 我会用EGF 没有新生抖音的情况 一直用它 它对我的一些老抖音 淡化效果也挺明显 所以我就觉得它真的是 对抖音修复也非常好用 轻度抗摔老的话 反正也是 不能马上看出来一个效果嘛 只要你保湿做到位的话 我觉得轻度抗摔老 它说有 我就相信它有 所以这个精华我非常推荐给大家 然后下面就是我 这一整年都在用的眼部精华 是这个LAMARE的眼部精华 吸收度非常好 但是呢 也是有一点保湿度在的 不是那种超轻薄 无感的那种 对于我这种眼下 还是有点干纹的人 我觉得它的这个 清透感也有 然后保湿度也够 所以我就觉得还是非常喜欢的 2017年度 我没有特别特别喜欢的面霜 我有用了那一套B5的 这个面霜 我觉得不错 但是它就是很普通的一个使用感 我希望2018年我可以找到一个 就是很好用的面霜这样子 我们现在是护肤类的最后一样 就是我2018年度很喜欢很喜欢的面膜 2018年度最爱的面膜 肯定是医美面膜 不过我买了大概有四五样的医美面膜 我最喜欢的是这两款 一款是这个U-FACE的 然后一款是这个可富美的 它们两个使用感还是有一点点差距 U-FACE这一款的话 面膜纸非常薄 然后很贴合皮肤 使用感特别好 那么它的那个精华液稍微浓稠一点 可是吸收度也非常不错 我觉得它给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保湿力度特别好 我就觉得它保湿是要比可富美的强的 完全不刺激 这是它们两个都有的一个优点 就是完全不会刺激 非常温和 但这个的话就是保湿力度更强 相比之下 可富美的这个的话是更加的轻薄 并且它的修复能力 我觉得是要强一些的 如果我做一些就是仪器 或者是真倾之后 我一般会用可富美比较多 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就是这个的话 就是平常保湿我用的会比较多 但是这两款我都非常喜欢 护肤类就是这里了 就比较少 但是我就是把最精选的东西讲出来 就是有一些我觉得好用 但是不至于说我强烈的推荐给你们的 我都没有讲 彩妆类的第一名 大家是不是偷偷看到了我这里 防晒 就是雪鸡精的防晒 自从上次空瓶之后 大家都被我种草 但是它真的非常的好用 把这个防晒推荐给我的那个朋友 他说现在并没有那么喜欢这个防晒了 他说可能会有一点偏油的情况 但是我用下来真的没有偏油的情况 可能是因为我现在在用 都是下半年 就是秋冬的时候在用 一点都没有油腻的情况 相反是给我一种很保湿的感觉 然后又不搓泥 防晒数又非常的高 超级水润 就是我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的一个防晒 春秋冬来用 都是可以 然后下面就是粉底 粉底也是大家经常会问我 你喜欢用的粉底是哪一几款 我有两款要跟大家分享 一个就是这个苏库的粉霜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亚世兰黛的白金粉底 这个的话入冬了之后我没那么喜欢 是因为它相比白金粉底液稍微干一些 就持久力度会稍微强一些 在春 夏秋 我觉得用它都完全没有问题 用的超级多 不知道你们可以看到吗 就是已经半罐多用完了 我停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我担心把它全部都用完 后来我就停下了 奶油肌不会太光泽 可以有一个自己皮肤的一个光泽感 持久度我觉得非常好 然后妆感很细腻 不会暗沉 然后我冬天喜欢用的是这个亚世兰黛的白金粉底液 这个也是真的非常的喜欢 我暂时这几个月是我觉得白金粉底液比苏库的还要喜欢 因为它滋润度要高 也是非常无瑕 它们两个妆感都是那种很无瑕的皮肤 不是那种遮瑕力度很强很强的 但是是那种出来的妆感很好看 就是对毛孔的一个遮瑕效果我觉得很喜欢的 但是对痘印那些的话就是有一个中等的一个遮瑕度 然后是一个光泽肌 它的光泽感可能比苏库的墙那么一丢丢 但是都是属于奶油肌的那种感觉 白金粉底液的这个色号我感觉更加贴合我现在的皮肤 就是更加的不暗沉一点 我这个色号是002 然后这个色号是2C10 都是属于黄调二白的一个色号 我自己皮肤其实没有很白的 就是还是挺黑的那种 所以这两个都是黄调二白 所以大家不要问我色号 我觉得一般的人都会比我白 然后跟你们讲一下我的遮瑕 我选了很久遮瑕 我把这个奖班给了这个 MACT 这个是我之前推就过很多次 一直到我把它用完之后 我用了其他的遮瑕 我才知道它有多少好用 多少方便 毕竟没什么人推荐嘛 就是我自己对自己没有那么太大的信心 它是那种这样子一个比头的 然后上面是膏体的那种 然后你可以直接就是画眼下 然后去点遮瑕 它已经可以给你比较好的一个晕染 它就是涂完之后就挺匀了 就是你把那个边界抹开就好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非常的方便 并且它的滋润度很好 就眼下也不会卡什么纹 黏度爱用的话就是一点都不为过 就是很爱用 很方便的一个这个遮瑕 其实就是我也有像这种这种多色盘的遮瑕 但是我用下来就觉得没有它方便 然后滋润度也没有它这个好 眉笔的话毋庸置疑 我会把这个奖班给卡其色彩 完全是因为它够便宜 但是呢卡其色彩也有缺点 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就是会脱妆 我用其他的一些眉笔感觉脱的没这么快 这个的话我画完之后我就涂一些散粉 它就开始有一点脱 我需要再补一次 就是手不要蹭到它 那边界才会够明显 因为我是喜欢这种比较边界明显的眉毛嘛 相比之下还是非常高性价比 非常推荐给你们的 很多人问我到底是什么 卡其色彩 OK 然后下面要跟你们讲的是眼影 其实我非常纠结 首先是因为我这个人不怎么会化妆 我其实化妆技术比较烂 五颜六色那些眼影盘 我也不是很想要 所以我自己的眼影盘 基本上都是大底色系 并且不是很多 也就是大概就那么十来盘 相比其他美妆博主 知道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但是呢 必须还是选一个爱用给你们 其实我2017年度 非常喜欢用的是这个Tarte 2 但是呢Tarte很多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你们评价 但是呢 但是呢 大家不用着急 你可以不买Tarte 但是这一盘 你真的要买 这一盘其实是我上半年度 用的非常非常非常多 但下半年度 我也一直有在用的一个 就是Too Faced的这个 九色哑光盘 不管你是新手入门也好 你是这种彩妆爱好者也好 其实这一盘 你都可以买 大家不要以为它就是那种 很无聊的这种大底色系 其实它真的 九个颜色都做的非常的实用 就是如果你是彩妆老手的话 你可以买这个 拿来做一个打底盘 新手来讲 买这个也不会出错 你就是 不会说用了几次之后 你就会闲置它 它大概是我的 头一两个眼影盘吧 但是用到后面 我还一直都在用它 一直非常喜欢 它的颜色晕染度也非常好 然后它粉饰也非常非常细腻 像我今天这个眼影 也是就是用这个画的 并不是说淡到很自然到 淡到没有 但是它就是很没有违和感 就是涂起来 你怎么涂 都是那种让你眼睛很有神的一个感觉 我这样就是用 TOOFACE这盘打完底 然后就去选择一些 比较喜欢的一些单色眼影 就是如果你买了这盘之后 你其实可以不用买 其他的一些什么眼影盘 你就去买一些单色的眼影 跟它去搭配 我就觉得都已经够了 非常非常实用 然后 说两个单色的眼影 非常喜欢 非常推荐 这两个单色眼影 首先一个是这个 橘朵的G33 这个是大家都已经 推荐了非常多 但是我自己个人还是要挑选推荐 就是没有买的必须得去买 这么一小颗也就二十几块钱 然后就可以给你一个星空 它是那种有绿色的偏光的 然后也不会特别的突兀 就是很漂亮 就是很漂亮 在我新年的那一天用了它这个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还原 那个妆 我后来去画的话 就没有当天那么星空感了 但是当天我就觉得 真是bling bling太美了 然后我自己也是 想要在过年的时候 再用上这个橘朵的G33 然后给你们推荐的一个 是我用了很久的 这个Dior的眼影膏 661吧 这个也是非常美的星空感 但是呢 它这个橘朵的是 偏绿色光的一个星空感 这个的话就是 很高贵的星空感 不会那么古灵精怪的一个星空感 就是那种像 迪士尼公主的那种星空感 棕色的一个就是光泽 橘朵的话我一般就是 点在眼中间这样子 让它有一个闪烁的感觉 那么这个的话 我最喜欢的用法呢 是直接打底 然后让整个眼窝 就是一个就是bling bling的感觉 因为它是那个很清透的 它那个底色比较的清透 然后它那个珠光感 就是不会很突兀 打底就非常非常好看 当然你也可以就直接 叠在你的眼妆上面 也非常好看 我今天就已经叠了一点点 它涂出来给我的感觉 就好像你穿了一件 Dior的高定裙子 那种感觉 一种很高贵的感觉 真的非常好看好吗 然后就是眼线笔 2017年我一直用的 就是这个tattoo liner 颜色是黑色 这一点我有点后悔 除此之外 我觉得它都是挺好的 就是真的非常好用的 一个眼线笔 但是我觉得眼线笔我一般都不会踩坑 但2017年度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tattooed liner 然后下面是跟大家推荐高光 那我一般的高光都是偏暖色调 香槟色的这种 就是double gleam的这个高光 我觉得是我使用率最高的一个高光 可浓可淡的一个高光 比较多变 然后非常好看的 也是非常好看的 然后下面是我最爱用的腮红 是两个不同的颜色 一个是这个 NARS的Sex Appear 它是这种非常淡的一个粉色调 非常非常淡的粉橘色调 很自然 很元气 非常日常 也看你怎么去搭配 就是那种很百搭的一个 就是完全不会出错 就是涂什么都不会出错 我有时候涂红色的口红 它也能就是搭配 夏天来用 或者是日常来用 都非常好用 超百搭的一个 就是很喜欢 然后涂了之后气色非常好 也不会显黑 因为我皮肤比较黑嘛 然后涂一些粉嫩的颜色 都挺黑的 然后这个都是滑 完全不显黑 还有一个是这个 这个是我使用率很高的一个腮红 就是17号叫做Slopes 比较深的一个豆沙色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我秋冬来用 非常非常喜欢的 就是它可以 直接当做阴影来用的那一种 就是刷一点的话 就有一些轮廓感 它也不会一下子 就是取色特别深 然后可以一层一层的叠 我就觉得挺喜欢的 所以这两个腮红 就是不同的风格 然后我用的使用力都特别高的 这样的腮红 然后就是散粉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Make Up For Ever 这个HD的散粉 我一直都是用这个散粉 我觉得它出来的那个 粉感都挺好的 就是那种 不会破坏你的底妆 然后很轻轻薄薄 但是就是给你一种 很丝滑的感觉 就也没什么缺点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不错 推荐完这个 Make Up For Ever的散粉 但是最重要的是 搭配这个散粉刷 是Make Up For Ever的这个几号 130号 在Make Up For Ever的专柜买的 也不便宜 好像就是300多 特别值得 至少我有一把 这么舒服的一个刷子 它这个头也是很大的那一种 然后也是那种 巨舒服 巨好用 然后就是再讲一些 就是小工具类的吧 睫毛夹 我最爱的是这个 自身藏的这个 就挺重草 大家的酥酷的睫毛夹 可是我觉得没必要换一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已经够好用 然后就是很推荐的 一个Tweezer 就是那个镊子 Tweezerman的这个镊子 非常的推荐 我跟你讲 我用过其他的Tweezer 就是完全跟它比不了 就如果你要修旧眉毛 什么之类的 这个Tweezer是太好用了 特别精准 然后就是不一样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一个Tweezer 能够有区别 但是这个真的好用 然后就是粉底刷 就是之前大家特别会问的问题 就是你用什么 上妆工具 又或者说 你最推荐的粉底刷是什么 其实我个人挺多粉底刷的 而且我的粉底刷 真的都是专柜正版的粉底刷 但是其他那些 我都觉得不这么好用 唯一就是这两把 我非常喜欢 它们两个都是这种 牙刷粉底刷 这个是淘宝买的 30块钱的一个牙刷粉底刷 很多人问我 这个什么牌子资料 你去搜一搜牙刷粉底刷 它就是很便宜 30块钱 但是真的好用 这把是Laura送给我的 是Artist的粉底刷 这一把肯定是更加好用 非常好用 因为它价格摆得那 就非常贵 可能是6700块钱 忘记了 反正就是特别特别贵 我觉得用下来 这个确实有它的过人之处 就是首先 它的这个面积 是比较大的这种 我觉得更加的方便 然后它的棱角 这个地方呢 是直的 就可以很好的处理到 鼻翼这些地方 刷出来也是那种 很细腻的妆感 然后可以增加粉底的 这个蒸瑕度的 如果你有预算的话 我强烈推荐就是买Artist的这一颗 我的那个型号 我这个是7号的 然后这个是比较小的一个粉底刷 如果你没有这么多的预算 你也不用逞强一定去买这个粉底刷 你买这个30块钱的这个粉底刷 也非常好用 真的也非常好用 就是它们两个 就是我觉得 我拥有任何一个 我都觉得已经非常满意了 但这个的话 肯定是就是给你更加尊贵的感觉 那么最后的最后 当然是我这年度最爱的口红 其实我并没有太多的口红 我这个人很挑口红的颜色 一般的口红的颜色给我涂起来都不怎么好看 我有买什么大家都大热的什么Lolita 2啊之类的 我涂起来就跟屎一样 但是呢 我还是有几个颜色 大家一直都会问 我一直都在涂的颜色都在我手上 我涂红唇的时候 95%的时候 都是这两支 一个就是Mac的这个 Viva Glam Eye 可日常也可浓烈 就是我的本命口红 是比较丝滑的 就是Mac里面很难得 不会很干的一个口红 在镜头里看比较鲜红 就其实生活中是比较偏棕红一点 就是比较深的一个红色 砖红的那种感觉吧 什么人都能涂 我觉得都会涂起来特别好看 我给我所有的朋友涂 他们都觉得哇 好漂亮 如果我要更加浓烈一点的颜色 我涂的可能会是这个 Smashbox的Misconduct 但这一支我不推荐大家买 其实我更推荐大家买 Ophera的那个Hawada Night 但是那一支被我丢了 但那一支其实我使用率比这个要高 但我只是想跟你们说一下 这种深色口红 我会涂的两个色彩 这个的话 因为它非常的干 它Smashbox的问题就是在于 它涂到后面 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干 非常的干 除了红色以外 会涂的两个颜色 就是这个Ophera的这个Miami Fever 这个是我会涂的一个橘色调 它是那种南瓜色 然后它的味道特别好闻 就是一股文尼拉的味道 然后我会点涂在唇中间 会有一种比较粉嫩的感觉 就除红色之外 我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一支 然后这个是近期非常爱 但我买来之后 也一直都是很爱的一支 就是Kiko的这个 我今天涂在嘴巴上这个 就是我上个视频涂了之后 大家也经常会问 然后我也特别喜欢 它这个色号是320 是那种比较棕的一个感觉 我一般会把它就是晕开一点 让你的嘴有一个风唇的效果 Kiko的这一支质地 更加的丝滑 更加的就是保湿 它们两个都是属于哑光里面 我觉得质地 都已经不是特别干的那种 所以我才能够一直涂它们 就涂起来嘴巴还挺舒服的 这个也会成为我的本命色 特别棒 OK这个视频 我又拍了大概一个小时 所以这么多的东西 我希望可以把它剪的稍微精简一些 这次挑选出来的东西 也是真的是比较精选的 真的是我使用率非常高 然后推荐给你们的一些东西 在这个2017爱用年度总结的视频当中 我也是希望大家可以2018年都顺利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会尽量多拍一些视频 就是在过年这期间 也能够把这个进度跟上去 希望大家还是能够支持 给我弹幕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